近期,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,民进党赖萧佩支持率冲上了40.0%,上升1.3%,而此前士气大涨的国民党侯康佩的支持率为28.9%,下跌了0.8%,民众党科英佩支持率为17.6%,上升1.0%,侯友宜与赖清德之间的民调差距扩大到了11.1%,按照当前的趋势来看。 今年赖清德在台湾地区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很大,基本上可以躺着选赢。赖清德曾经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,台独意味着战争,很少有人会渴望战争,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和平安宁。赖清德抓住了这一点,不再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,而是改称为务实工作者。 此外,赖清德还发表谬论,称他当选后两岸能维持和平稳定,因为他有能力守护台湾的安全。赖清德不再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,是否意味着赖清德抛弃了台独路线。 答案正好相反,赖清德是非常顽固的台独分子。近期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,赖清德公然声称台湾主权独立,叫嚣两岸互不隶属,并污蔑大陆对台湾生存威胁最大,宣称要强化国防。 可以看到,赖清德为了获取选票,采取了激进式台独路线,直接定性台湾主权已经独立。赖清德此举等于是向大陆直接摊牌,释放出合同无望的信号。 对于赖清德宣扬的台独谬论,大陆正在做最坏准备。 第一,东部战区以时刻准备着的战斗姿态投入实战化军事训练。 时刻准备阵意味着枪支已经上膛,如果台独挑衅逼迫, 甚至突破红线,大陆将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近期董军上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。 董军是首位海军出身的防长,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、海军副参谋长、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、海军司令员等职。 董军上任意味着国家对海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, 而要成为最强大的海防国家,首先就需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, 令第一岛链不复存在。 第二,大连海事局2023年12月31日16时至2024年1月7日16时发布航行警告, 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,禁止驶入。 近两年,解放军时常会在近海举行军事演习, 其中在渤海演习的频率较高, 为何要在近海频繁举行演习? 历史上,八国联军就是穿越黄海,进入渤海, 从天津大谷口登陆直抵北京城的。 进入21世纪后,曾经的八国联军金盆洗手, 伪装成了文明国家, 但其骨子里是强盗本质, 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准备。